出生在电子游戏发展黄金年代的我们 珍贵而短暂的童年里总是少不了游戏的影子 电脑 主机 功能机 家里 网吧 街机厅 甚至是小学门口的小麦不都会白两台小霸王 吸引一群屁孩儿钱来消费 那时的游戏始终散发着让年幼的我们为之狂热的魅力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想要玩游戏其实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事情 毕竟还是小学生的我们一边要躲避父母的围追堵截 一边还要面临资金短缺的窘金 用省一顿那条攒下来的五毛钱去阶级厅尝试一臂通关 还要每期明月训练技术 可以说为了扔短暂的接触游戏 年轻的玩家们可谓矫健脑汁 不过回想起来似乎有一个地方 是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我们都能接触到游戏的地方 那就是学校的威吉克机房 没错 威吉克 这绝对是小厨高课表里面能看到的最微妙的课程 他不像体育课那样 虽然自由 但必须消费大量体力 他也不像音乐课那样 虽然音乐老师确实养眼 但对于一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来说还是过于折磨 但威吉克就不一样了 那些大屁股显示器的背后 就是一个巨大的花花数码世界 对于当时游戏资源稀缺的我们来说 怎么可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专心上课 有一个技能也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必修技能 那就是断开与教室端的连接 而说到威吉克上的游戏 那就真的是五花八门了 毕竟在那个年代 就算是蜘蛛纸盘和扫雷都可以带给我们莫大的快乐 而对我来说 确实有那么几款威吉克上偷玩的游戏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就把它们扒出来和你们聊一下 第一个抢弹登陆2000 没错 抢弹登陆绝对是刻在中国玩家灵魂深处的游戏 也是众多90后玩家童年的共同回应 它玩法粗暴 基本是上手就能玩 根本不需要费脑子 它战斗刺激 又是吐吐吐又是打白鸡 对于小学生来说完全把持不住 最重要的是 它足够小 没错 游戏的体积也是选择机房游戏的重要因素 毕竟不管是当时的优片大小 还是机房雷入的小水鬼 想要装上一款稍微大的游戏 哼 你能感受到我宏敬和CS 每次下的90%就打夏克林的痛苦吗 而抢弹登陆2000 仅仅只有10M的大小 简直是当时维吉克游戏的最好选择 不过虽然游戏本体小 但不管是从菜单界面还是关卡场景来看 抢弹登陆都是一款非常具有沉浸感的游戏 从熟悉的海浪声开始 到热血的BGM渐入 这道紧张的报警声 无不给人一种身处战场 我就是守卫这片海滩唯一一个机枪兵的使命感 其实从现在看来 游戏的前几关相当的简单 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从第一关开始就已经是困难重重 首先就是 这个究极难操控的炮怪 我鼠怪轻轻动一下 才能飘半个屁股 我就像是趴在直升机螺旋桨上吹炮炮一样 根本控制不出射出去的子弹 而当时的我也根本不知道怎么调整鼠标灵敏度 直到火锁了半截课 才勉强能打中小B 而后面的两关 直接玩到连我同桌都看不下去了 因为他竟然看到我在拿机枪打飞机 气得他过来就是直接两发导弹 我靠原来有导弹的 这谁知道啊 然后 我们就在不断的摸索和互相嘲讽中 一点一点的推进关卡 有一桌一抢弹登陆2000作为抢弹登陆系列的第一桌 玩法设计上其实已经非常完善了 玩家面对不同的敌人 要选出不同的武器进行应对 机枪打4B 导弹打飞机 榴弹对付坦克 敌人的种类也非常丰富 光是登陆的士兵就有用运兵船 装甲车 和直升机三种登陆方式 甚至他们还派出了B5而轰炸机 我靠 事实上 由于游戏后面的难度颇高 再加上场景单一 关卡敌人基本上就是排列组合出现 没有新的玩法 小时候的我也就只是在前十关反复来回打而已 再后面也就没再接触过抢弹登陆了 而我对他的记忆也停留在那个时候 前几天看到抢弹登陆竟然出了个2020 忍不住买了一个体验一下 海滩还是那个海滩 炮台也还是那个双冠炮台 但屏幕面前的我 好像再也没有当初那份激动的心情了 第二个游戏其实是不应该在危机室见到的游戏 因为大多数人玩的它是在阶级厅里 它就是我的童年阴影之一 死亡之巫一代 没错 就是那款阶级厅遍屁屁神器的光枪游戏 而我接触到它 却是因为我的另一个同桌 不知道哪里弄来了一个可以在PC上玩的 死亡之巫模拟器 当时的我一下子就被这个略显 精神的诡异画面给吸引 连忙抢占了同桌的电脑 开始了我的受苦之旅 没错 受苦 虽然这款游戏的玩法并不复杂 就是简单的点击式设计游戏 说白了 就是屏幕上有杀点杀 能动的通通干掉就对了 在模拟器上换弹架也比阶级上简单 只需要单击右键就行了 在剧情上 游戏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游戏的主角托马斯·罗根 有一天接到了远在欧洲一所实验室工作的 未婚妻的求救电话 于是拉上自己的好搭档记忆起全去调查 结果发现这个实验室竟然是研究生物科技的 还建在一个古宅的下面 这里的实验品还刚好泄露了 还刚好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僵尸 等一下 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 没错 死亡之物诞生于1996年 而神话危机恰巧也诞生于1996年 可以说就是那么的巧合 要知道 在这两款游戏出现之前 上次虽然恐怖 但一直是行动迟缓 自身堪忧的杂兵角色 而正是这两款游戏 率先将因为科技生物研究 而更快更高更强的僵尸 这一设计放到了游戏中 从而在2000年前后 掀起了一股全球的上市文化复兴 间济性的催生了这之后的 一众僵尸游戏和电影 可以说谈到你们的童年阴影 这两个游戏至少要背一半的锅 说过游戏 两位主角找到了被怪物抓走的未婚妻 一路击败各种恐怖的实验品 最终发现了这个研究所背后的大boss 他又是一个希望通过生物科技长生不老的人 还研究出了究竟的升华兵器 名叫魔术师 但是非常抱歉的是 这个魔术师根本不吊他 上来就直接干掉了他 当场人大boss领了盒饭 我靠 不愧是你 小丑皇 于是我们的主角和魔术师大战了300回合 并战胜了他 最终才得以解决研究所危机 可以说是相当王道的剧情 主角甚至还相当帅气 让我硬是克服了对怪物的恐惧 但是痛苦的地方来了 这个游戏的射击手感 或者说操作手感简直让人弹疼无比 先是光标的飘移对比前面那款 抢弹登陆可以说是起头并进不分高低 就像是隔着涂满肥着水的丝袜摸泥丝一样滑到一匹 然后离谱的是 我竟然还遇到了bug 屏幕上的准星和子弹射击的地方 根本不是同一个地方 这片的足足有半个头 只加上当时我们街坊里用的还是这种滚筒式鼠标 我靠这怎么玩 玩个球 然而 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很不可思议的是 当时的我竟然还真就顶着这么艰苦的环节玩了下来 或许是因为模拟机可以随意投避无限续命 也可能是年纪太轻不服输 最重要的是 当时我的同桌告诉我这个游戏有多个结局 而且是按游戏的最终得分排名来算的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危机课上 死亡之屋都是我的攻略对象 然而当时环境艰苦还踩得扣脚的我 始终只见过其中一个结局 这也让这款死亡之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游戏中无数次打死人质 甚至打一个boss要按12级次投避 虽然最终我也没见到其他结局 但那种快乐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 死亡之屋系列作为一代优秀的光枪设计游戏 这之后我也在阶级厅里玩过它的续作 其剧情也和光枪设计上有很多可以说的地方 如果各位观众想看我把整个死亡之屋系列做一期视频的 可以点一波关注 对了 为了做这期视频 我从而死亡之屋一的模拟器版的时候 竟然发现 游戏其实是自带准心叫准的 我只能说 他妈 而第三款游戏 同样也是一款光枪游戏 甚至它还是比死亡之屋一更早的光枪游戏 那就是VR战警 事实上 死亡之屋一代正是利用VR战警的游戏引擎开发的 而国内的玩家更多见过的其实是这款VR战警2 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啊 但是为什么我会玩这款VR战警一代 这就要从我初中的学校机房说起 因为这款游戏根本就不是我带进机房的 而是它自己就在我上课的那台电脑上 要知道当时的威吉斯为了防止学生们 安装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 是有一种回滚机制的 也就是不管你那节课在电脑上装了什么 用过什么 在威吉斯下次上课的时候都会完全重置啊 所以这才有了很多同学自带U盘装游戏的操作 而非常意外的 在我的那条电脑上 不知道是哪位高年级的大佬 竟然规避了威吉斯的回滚机制啊 直接将这款VR战警装进了电脑的重置系统盘里 以至于不管怎么重置 这款游戏都在那里 而也正是因为有这台电脑的存在 我又有幸玩到了一款优秀的光枪游戏 虽然一代的VR战警关卡设计还略先简陋 没有二代那么丰富的玩法 但很幸运的是 我当时玩到的这款VR战警是自带动画和BGM的完整版 不仅一开始就展示了反派和主角登场的画面 BGM也相当耐感 主角和反派的建模虽然看起来有点傻气 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VR战警其实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3D建模和贴头的光枪游戏 和多么属于是同时期的产物 而更神奇的是 基于游戏中敌人的3D属性 你打到他们身上不同部位时 他们甚至会根据地形出现不同的反应 比如游戏的第一关 我们的两位主角为了追查反派犯罪集团来到一个仓库 敌人会从画面上的每一个角落突然出现 而你要在敌人面前的这个圈变红之前 也就是敌人开枪射击之前 击中他 这时你就会发现 当你击中敌人的手时 他们会扔掉枪直接逃走 而击中跳跃的人 他们会直接后翻倒地 而打中高处的敌人 他们甚至会流畅地掉下来 发出主角 没错 不同的时事反馈 正是这个VR战警最有开创性的设计 这也是和早期的2D光圈游戏区别最大的地方 但是不得不吐槽的是 这个游戏的角色出现的位置十分离谱 比如这个直接瞬移到你眼前的人质 我靠你是打地鼠打洞过来的吧 来到第二关 这关的镜头移动非常有意思 一路翻越刹车和工地 算是把地图跑了个边 敌人出现的地方也越来越刁专 什么远处的山头和塔楼 什么重极的履带和铲车壁 甚至还要直接开车过来就是撞的 至于傻屁人质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要命 就往你的枪口上撞 还和敌人一起出来 更离谱的是这个室内的通道 我靠 把这道的地方硬是钻出来三十几个特径 这TM是印度有头吗这么能抓 而游戏的第三关 地图来到反派犯罪集团的大人 场地从宽口的室外到室内 视野一下子就狭窄了起来 敌人更是完全不合理 直接从屏幕的角落出来 劈头盖你就是一下 或者是突然出现就开掐 哼 快速反应 我反应个屁 我鼠标都转不过来 打个蠢子 我靠 这我只能说你活该 终于 消灭掉一万个突然出现的地鼠号 我们得以见到游戏的boss 上来就是火箭战车 不过好在 这个游戏的boss都不太难 轻松就能干的 而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连续打团一二三关的话 你就能看到这个游戏的真正boss 圈着武装直升机的犯罪集团幕后老板 他会使用之前所有boss的技能 而且还会满屏幕乱飞 难度比之前的boss都高不少 不过 在我黑表格头边的大法下 还会怕得到这个boss啊 到这里游戏开始播放片尾动画 主角们成功拿下犯罪集团 为二战锦一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 虽然游戏的流程并不长 剧情也简单到几乎没有 但是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时打团游戏那种心情舒畅的感觉 一直到下课半天了 我都在座位上反复回味 这或许就是经典游戏的魅力吧 虽然没有复杂的系统和玩法 也没有炫酷的画面和技能 但就是能给你最单纯的快乐 就像是在危机室里玩游戏这件小事一样 它过于频繁、普通 只不过是我人生中一个最短短的片段 却迷足珍贵 回想去与游戏有关的纪念 有口袋里始终舍不得用的生锈硬币 有放学后逗留小巷网吧里的半小时 也有被我戳坏的那几个手柄 和挨过的不知道多少顿父母的毒打 但无论是哭是笑是甜是苦 这些记忆碎片在如今的我看来 都如同黑夜的星光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 有位闲者曾经说过 热爱游戏的人与游戏是会互相吸引的 那些个寻找游戏的日日夜夜 对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是我升级路上的经验值 它让我成为了一名勇者 一个真正热爱游戏的玩家 而这也是我和各位观众相遇的缘由